石油不用开采 每天从地下网出帽 世上还有这样的好事吗 在被称为中国小迪拜的新疆克拉玛伊 真的有一处这样的地方 我们在还中国西部自驾 早上从高速服务区醒来后 驾车来到了克拉玛伊市区 准备看看这座石油之城 我们现在已经到克拉玛伊了 到克拉玛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加油 在高速上专程没有加油 跑到克拉玛伊来 因为这里产油 它也炼油 所以说它跟我们上次去的塔中那边是不一样的 那边是光生产油 这边是整个中国乃至世界上石化产业最聚集的地方之一了 而且克拉玛伊它是一个地级市 一般来说一个地级市是同一个价格 我们就很好奇它这边的油价是咋样的 哎呀希望就给我变到三块 三块是不太创的 那我估计不会的 估计和新疆其他地方差不太多 但是看它能不能便宜一点 刚好主要我们也来到了克拉玛伊油城 就专门来看一下它的油价 在哪家的家 你这产油的吗你都不便宜一点 你蹭你也不蹭你不蹭 现在准备去加油上吧 到加油站了 92加满 咱92多少钱 6.91 我还想着咱这边产油了也就便宜一点 产油不是还炼油了吗 我想着这边就便宜 这地方呢这个油价它都不一样 那跟新疆其他地方呢 都不一样都不一样 跟地区都不一样 比伊犁还不一 伊犁是6块8毛9 对呀6块9毛1 你们从哪里过来的 红一牛那边 你们出发的也从哪出发的 西安 西安人 对 刚好克拉玛伊是哪里人多一些 甘肃 四川 河南 海洋 他们这种大杂会 北京 天津都有 全国来海南人都有 好多人也有 西安人这边也有 各地方都有大杂会 我们之前去芒埃那边 他们好像陕西人多一点 他说好多油田是从陕西过去的 对 你们陕西那边的油田 现在已经加完油了 刚刚我们进去之后 看到这个油价是6块9毛1 也是不低的呀 还以为会便宜 而且它比江内一些城市 还要再略贵一点 当然是发改为统一定价 但是这边的油价 确实也不会比别的地区 去便宜多少 不过比内地确实便宜 那是因为整个新疆的油价 都比内地要便宜一些 我们加了298 对 298 加进300块的油 加过油后 我们开车行驶到了城市边缘 因为很早就听说 在这里有一处不用开采 就往外冒游的小山丘 我们准备去看看 我们的身后就是黑油山者 来到克拉玛伊 我们第一个所来的地方 就是这里 因为这里就蕴含着 克拉玛伊这座城市 最珍贵的宝藏石油 它在这里是直接从地底衣出来 不是说是需要人去采的 所以说我们进去看一下 觉得还是很神奇 富得流油 我们是从华尔邦节开始的 华尔邦节 当时在一只面 对对对 这是个好事情 上来了 走进黑油山 一座的露天油坑 就出现在我们眼前 因为地壳运动的影响 这里的地下沿层出现了裂隙 在地层压力的影响下 石油不断渗出 黑油山也就成了重要的油苗路投地 我们走在这个站道上经过了这边有一个油池子 这个应该也就是原油去溢出 可以看到那边已经溢出了好多了 其实整座黑油山它都是很多这样的瀝青堆积起来的 现在只有十几米高 但是这十几米已经堆积了可能有上百万年 这个车子真的是非常大 可以看到它中间的位置好像还在冒着泡 这流出来了 这个真的超级像厘青 浓浓的柏油味 它这还摸泡盆 这个 这个冒的感觉更厉害 据说呢就像泥火山一样的原理 那边跳一跳它那个就会比较剧烈 看下边我感觉下边好像是水 然后上边是一层油 就忽着了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景区里面最大的一个油池 在这个油池旁边呢还有一尊雕书 这位老人呢叫做塞里木八一 是当地的维吾尔族居民 据说呢在解放之前这一片 就已经有很多人来打捞这个原油 拿到市场上去卖去换钱 直到解放之后呢 这位塞里木八一 还在这边住的低窝子打捞原油 后来呢 因为这个黑油山当年开发的时候 它就在这里 就是为了纪念在这里就输了一尊它的雕像 它是骑着小毛驴 这边还有一个葫芦 这个葫芦就是用来装油的 在油山的这一侧 那边出来的全眼特别多 不能叫全眼 应该是小油田吧 从这里面出来的油特别多 已经移出去 在那个位置感觉都已经汇成了一条河 在这边还长着一些胃 它们在这个油田旁边 应该就是吸收着原油的滋润去成长的 我们拿这个小木质搓一搓 原油 这么的吸尼一样 感觉好有黏性啊 黑色的吸尼 它这个黑还不是普通的黑 黑的发亮 乌黑的 我们很好奇它这个 原油摸着是什么感觉 颜色的 热的 有太阳 哎呦 这个颜色乌黑发亮 丑点 嗯 往下滴了 这个过程 这怎么能刮腹死了 你看 哎呦 粘稠的 粘稠的感觉 特别粘稠 这就是原油 看我指甲里面已经有黑油 擦不掉了 这 哎一会儿复习气吧 油太多了 它不要的话 我们应该搞一点回去 你撒到外边也是撒的嘛 这都是钱啊 对啊 这就是钱 这边呢为什么没有采油呢 其实是因为它这个地底下的原油储量不是特别巨大 所以说开采的价值不太高 就没有开采了 这边静电好大 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被电了应该五六次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可能因为这里盛产石油 可能是 啊这太干燥了 这边有个小排派非常有意思 它是科普的 这边写的地球的四肩外衣 石油天然气煤铁以及其他矿物质 都是在这四肩外衣中形成的 当然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关于克拉马伊的一个介绍 克拉马伊它是维吾尔语中 克拉它是黑的意思 马伊是油的意思 连起来就是黑油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黑油山 这里有一个标签更有意思 人的一生会吃掉多少石油 我们也很好奇 它上面写的是0.55吨石油 人还会吃石油 这个我挺好奇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水果或者蔬菜里面含有石油 还是它是把石油换算成热量或者怎么样的 不知道 不知道如果有懂的朋友可以和我们科普一下感谢 那么人的一生会行掉多少石油 行就是我们开车呀 还有各方面用到的机械 它有时候会用油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最好奇的 3.84吨 3.84吨 我觉得这个景区这样的形式还是蛮好的 用这种趣味的方式帮我们科普了一些知识 最荒凉的地方却有最大的能量 最深的地层喷用最宝贵的溶液 克拉马伊因黑油而生 以黑油而命名 石油作为现代工业的血脉 克拉马伊就是石油工业发展史的见证者 现在我们已经走出黑油山景区了 它这个山体不算特别大而且不高 不过面积还是比较可观的 在这么大一片面积上 它的油网冲冒真的超级罕见 富的溶油 行程中这块真的很贴切 对 以前总觉得富的溶油 好像就是大家开个玩笑说 但是这里是真的富 我们现在就准备走了 石油作为克拉马伊的经济命脉 可以说没有石油就没有克拉马伊 但在这座戈壁滩中的城市 还有另一项伟大的工程 给这里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活力 西部的故事还在发生 快上车 让我们继续出发 关于海伦赏 选择 海传福 提供 海传福